大家好,今天又有即興的活動 就是遊車河 去到哪一個站下車都可以 我在長沙灣乘搭了72號巴士 然後見到大埔尾這個站 有趣,下車 不過沒有計劃,沒有事先概念的行程 可能是最好的行程 所以今天所有東西都是新鮮的感覺 首先我在大埔尾這個站下車之後 就是去李屋的 這裡除了村谷之外沒有什麼好介紹 反而有一個李氏的池塘可以看看 有一個魚池 比較錦里 大概500米左右 落到張大路 張大路是什麼呢? 可能是張樹頭和大埔公路的連接路 這段路的沿途真的沒有人 而畫面所見 其實是一條石間的尾段 流出來的大海引水道 走到中段有意外發現 就是一條古橋 會不會是以前九崗鐵路火車的石橋遺跡呢? 但由於不想濕腳的關係 所以沒有下去玩研究 然後朝著面向左邊的方向走 我看到一座叫龍霞城院的廟宇 起初看下去就以為荒廢了 誰不知就是門開了 也是沒有下去看的 接著下去吧 走到這條路 名字很優雅 叫做邱景里 馬上讓我拉一部手機看 因為真的很美 其實今天真的不能拍片 就是因為這條路 所以令我有拍片的意欲 沿途所見 左邊全部都是綠色的 就是林蔭 但是不能下去 右邊就是香港教育大學白石角運動中心 這段路如果慢慢放慢來去拍 其實很適合做MV 即是電影的配樂都可以 很棒 白石角這個地方似乎少於人知 大埔美這個站更加沒什麼人下車 通常都是去蟲仔園那邊 去大埔舊那邊 在這裡慢慢走就沒什麼人 心情愉快一點 我會考慮將來在這裡倉鼠跑 經過了大學運動中心的時候 沒多久就會看到前面有一條路 可以穿過去吐露港公路 其實我在這邊 探索了這麼久也好 但未踏足過這裡 今天算是很積慶的 有機會來到這裡 下去之後 就會看到藍色的隧道 也挺漂亮的 上面是火車的路軌 即是當我們通過這條隧道的時候 頭殼頂就會有列車經過 這個很特別 令我想起台灣 好像是這樣的 一直走的時候 留意一下兩邊的牆壁 然後會看到一塊隔音板 那裡就是吐露港公路 我們就在中間穿過去 現在看回頭又有列車經過了 穿過這段隧道之後 就看到很漂亮的畫面 就是單車 這麼巧 當然可以特意踩單車過來拍 那些黑色和藍色的磚都挺適合的 這個環境 我們朝著左邊去走 看回右邊 左邊走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 以為上了馬尿水 其實不是的 就是白石角 海濱長浪 只不過 可能我太久沒來過這裡 這邊就 已經變了很多 我上次還九龍新界 我真的 沒有留意到這些建築 叫做天賦海灣 這條叫做創新路 對面就是一個獨建電站 有時候真的沒有去過的地方 都有新鮮感 有時候拿多些好奇心出來 香港很多地方值得探索 我的右邊就是天賦海灣 九至十六期 走到盡頭的時候 公廁外面的外形都挺特別 順便發交通的方便 我特意走過去巴士站那邊看看 原來這個站叫做白石角變電站 大家可以看圖 如果搭到上面這些巴士 就可以很快去到海濱長浪 好了 去到海濱長浪的時候 然後右邊就有個景觀 今天天色也不太美 但看到白鮮靚 前面有個口罩人 天賦海灣 好像酒店一樣 有個指示牌 面向左邊就是馬尿水碼頭 然後右邊就是 向前走的大步方向 就是圓周仔那邊 白石角海賓長浪這個服務牌 可以指示到每個點 然後走到出海那邊 我就嘗試好像釣魚人一樣 我看見很多白鮮靚 有幾百隻飛出來就很壯觀 我看見白鮮靚 心血來潮想走到小白鮮餐廳那邊 於是乎我就問子個問題 究竟怎樣可以由白石角海賓長浪那邊穿過去呢 難道真的要去到圓周仔那邊才有位過到對面 如果真的過對面 還是我好像任天堂歐納米世界的遊戲一樣 要在高速行駛的汽車的高速公路一直穿過去呢 說真的 如果這裡真的有缺口 我真的會這樣做 但當然大家不要聽了算 那我開始找答案了 偉大的衛星導航離線地圖 就很快給了答案給我 其實這裡套路港 在花園三區 就有條路下去的 真的有的 在這裡繞了一個圈 就回到這條路 旁邊有條屈下去的 由於沒有明確的指示 當我下去的時候 坐在艇裡的人都很猜疑 真的有條路有落到去套路港公路下面 也在那裡見到小型漁船的物體 上面有車行的套路港高速公路 那 那 很開心 又見到一個紅樹林 那我們就不知不覺地去個秘境 這樣 如果很細心地留意 就有看到彈桃魚和紅鞋 我們一直走在鐵路禁區外面的小路 走到盡頭的時候 看到一個藍色的通道 那是什麼來的呢? 於是八一八了 在這裡看到火車走過 這條通道沒有什麼看的 但牆上面的字令我停一停 看一看 這個世界只有一種香愁 另外在這裡想 寫這句的人究竟那時候是什麼心態呢? 那好了 就回到小白露餐廳的方向走 這條小路 我沒去過 所以就花多一點時間拍攝 用一個闊的鏡頭去拍攝 有些荒廢的村屋 附近其實不多人住 那我就一直走 都沒有什麼看的 直至走到這個樓梯的時候 向左轉就是小白露餐廳的範圍了 雖然我現在就 沒去過小白露餐廳 不過就很特別留意 兩邊究竟是什麼地方來的 因為經過有些 好像引水道的東西 原來可以下石間 不看遊至可 一看不得了 原來就很長 在地圖顯示 可以上到大埔舊郊野公園的範圍 還要上山 很多支樓 即是有時間玩 但留意中段就是蟲仔園 就是以前衝走了小路的猛鬼橋 左邊就是套路廣 走到小白露餐廳 這裏很有趣的就是 餐廳外面有棵樹下 有很多假的小麥 被人拍照 不過無論如何都好 風景都漂亮 然後一直圍著 沿著這個狐狸散步 沿途也看到水上活動的人在這裡叫 這些活動當然我玩不到 有錢也不一定可以玩 進不了去 沿著這裏走到盡頭的時候 就很有趣了 看到火車在鑽山洞 應該這樣說 是火車走出來才對 我們在外面報 報了一會 外面有一個紅黃綠燈的指示燈 這東西在市區很少見 我坐了一會 報了火車出來那一刻 挺有趣的 接著走回小白路餐廳拍一會 走了一個圈 在門口那裏 兜了一個圈 原來吃一個下午茶的價錢 連加一 就180元左右賣單 進不了去的關係 拍了當吃了去了 到周邊那裏就拍一拍吧 算是叫做入了那個範圍 然後回頭 上斜路 那段叫做紅藍路 附近有一些獨立屋 上去的 其實那就是大埔公路 上到最頂的時候 之前還在想怎樣去小白路餐廳 原來可以在荔枝坑的巴士站下車 然後走下去 今天就因為那個好奇心的驅使 一個無心插鬧的情況之下 不打不撞 在大埔尾這個站下車之後 就慢衝衝地去了白石角 去賓長廊之後 就去了小白路餐廳 就無緣無故繞了一個圈 上回大埔公路 那就完結了 好多謝看到這段片這裡的朋友 有時間會繼續拍片 當然要整理一段片有很多時間 又要在我很多的興趣當中做取捨 但無論如何 不要緊 最緊要每天都要有些熱情 在當中 希望大家都是 喜歡我這個頻道的朋友 請支持按like share和subscribe 什麼都好 謝謝大家收看 拜拜 謝謝大家